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9月俄羅斯成為首個批准新冠疫苗的國家 即使西方國家對俄製疫苗抱有懷疑 說它的研發速度和相關事業不可信 但莫斯科隨後註冊了第二款疫苗 當局表示會在下個月批出第三款 不過有當地官員透露 俄製疫苗原定在9月開始大規模生產 但仍未能克服技術問題 導致產量難以提高 拖慢研發速度 而俄羅斯官員早前曾指 可以在今年內生產3,000萬劑疫苗 但能否落實仍然是未知之數 硬見美國輝瑞藥廠的疫苗 臨床保護效用高達9成 俄羅斯總統普京指 已經準備好和其他國家 在疫苗研究中合作 但敦促不要將研發疫苗的過程政治化 中國疫苗也捲入政治風波 巴西有大批志願者測試中國製疫苗 其中一名志願者之後死亡 巴西當局立刻叫停測試 隨後又傳出死者是自殺 與疫苗無關 但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 事後重申不會容許疫苗進口巴西 形容巴西人不會做白老鼠 研發疫苗已經成為大國之間的競賽 美俄兩國一如所尿跑出 至於中國就繼續秉承安全的流閘 中國要追俄趕美之前 看怕要先克服產品安全的老問題 今集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收看 大家有留意到衛生防護中心過去幾天 都有公佈一些關於本地院舍 和學校的上呼吸度感染爆發個案 我們看到有一個大幅上升的趨勢 衛生防護中心在這個星期 已經錄得一共132宗院舍或學校的爆發個案 涉及近1400人 個案主要是出現在幼稚園、幼兒中心 其次就是小學的 考慮到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情 為了謹慎起見 衛生防護中心是會出現 呼吸度感染爆發個案的學校 安排派發深喉抬疫讓本評 為有關受影響的班別的老師和學生 進行2019冠狀病毒的檢測 我們也建議了有關的班別 在未獲得檢測結果之前 是要停貨不少於3天作為預防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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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